露秋之后,燥气吸冷,很多朋友陆续中招了 鼻子咽喉发肝发痒,一整天都是口干舌燥 嘴唇起皮,皮肤变得紧绷绷的,老是想抓牢 有时候还会出现大便干结的情况 造型是通过口鼻子露,不断清洗胶嫩的肺 今天分享这一杯平民家常的银耳莲子百合羹 首先准备15克莲子,接着再准备15克百合 接着再准备两节铁棍三药,去掉皮,切成段 再准备100克左右泡发好的银耳 把所有食材全部放入破壁机里 加入800毫升左右传净水,按豆浆的键 这一碗银耳根对上班族真的太友好了 晚上可以提前预约不用煮不用熬 用来做早餐,口感湿滑 微甜不腻,清乱爽口,回味香川 喜欢的朋友,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然后浑重新的糖殻 下佐佐制圆 冷箱 谢谢 好吗? 好吗?